玻璃大輝 戀愛大輝 說甚麼都可以 還有我,知道我們是甚麼事 三位美女 我經常說感情問題 一直建議分手 但今天的案件很特別 我不知道應該說分手好 為甚麼?說聽聽 我在賣關子 好 你猜猜 喜歡了別人的爸爸 甚麼 那一定要分手 甚麼叫做朋友 你的甚麼是A、B情節 你看看甚麼 你看過甚麼 當時男朋友會選擇爸爸好 還是選擇朋友好 當然是想這些 藍色生死戀 不是 最後是親生的 當然是建議分手 你看看貼地的劇 像我們ViuTV的那些 像超郎君的那些 我剛出獄,不知道是否跟… 不知道是否跟黑社會大哥 對,不知道是否跟黑社會大哥 那些? 今天是因為生離死別的事 這麼大? 對,很審慌 如果人家真的死 你叫人們分手怎麼搞 但這集是疑惑疑真 嘉賓也不知道究竟她的情人 是否真的有病 是否真的要死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否應該推薦她分手 好 我們請她出來分享一下 這個那麼奇怪 那麼朴素過來的故事吧 KBG,26歲 自由工作者,目前單身 你好,KBG 你好… 甚麼事 你好… 這個名字很熟悉 是的 這個名字你也很熟悉 是你那個組的 是我的組,口罩小姐 所以…口罩小姐 她只是在最後一集才開罩 不如直接開罩 反正她的名字也叫KBG 她不把一個化名上來 好… 好嗎 好嗎 要離開她的罩 給觀眾看看她的真樣 究竟是怎樣 讓她們看看 好,開罩 下一刻 你好… KBG,究竟是甚麼事 她說自己有病,就是死了 是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真還是真 因為她沒有一個證據 如果人死了 你會知道她有屍體 但這個案件是沒有… 即是她消失了 可以…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一開始是怎樣認識的 一開始是朋友 我們認識了大概半年左右 但跟她說真心話、心事 她會很疏離我情緒那種 然後慢慢日久生情就來了 在一起的時候 是怎樣 走海旁,然後聊心事 其實已經走過很多次 但那次真的說起 自己第一次說得那麼深刻 然後就慢慢拖著,一起做 聊天很深刻就拖著 我以為聊天你哭,然後叫她 然後借一點就打車 聊天不開心的事 剛才都被吹出來的時候打 女生是這樣的 女生最脆弱的時候 你就開始離開她了 她一哭的時候 你安慰她就可以馬上嘴 我會覺得很噁心 很噁心 對,我會覺得很噁心 很噁心 你浪漫一點,可以嗎 人家在海旁 一起了之後 她對你好了嗎 還是差了嗎 有的,因為當時我口水線發炎 然後進了醫院 吞東西吞不到,說話很痛 水也喝不到,要吊鹽水 就進了醫院,然後她來照顧你 後來她有煲湯給我喝 我可以吃東西的時候 她有自己煲湯給我喝 而且我從小到大都很怕醫院 殯儀館等地方 然後她陪我聊通宵 因為我睡不著 所以要別人陪著 有聲音陪著也好 聽起來挺甜蜜 在甚麼階段突然消失分手 其實消失之前發現她有溝女 因為她直接發出交友程式 交友程式發出交友程式 有女朋友時會否太蠢 還是認識了交友程式 所以她…你之後就會知道 待會你就會知道 怎樣發出了甚麼 你配合了一個人 她的程式很搞笑 看不到樣子 男生和女生都不知道 然後就會聊天 其實我按進去的交友程式已經很長 她們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我不是看得很細節 但我記得她有問對方是否處理 就是這些 然後她說自己沒有拍拖 但你認識她的時候 你知道她經常用這些交友程式嗎 我聽她說過 我經常不明白一個男生很好的 你有正常的自己的社交 為甚麼要用這些交友程式 現在的新世代是這樣的 老人家 不是,你要很空閒 好像我媽媽才會用 我媽媽… 你媽媽用交友程式嗎 我媽媽也會用 她會跟別人聊天 她不是… 她是想… 你別說你媽媽的秘密 出現你媽媽的朋友 再說一次 你媽媽… 你媽媽的朋友… 為甚麼 我覺得她用是正常的 你媽媽說可以把弟弟當給你 不,她用是正常的 因為可能她現在年紀大了 她的社交… 她的圈子,朋友不多 男生在玩遊戲時 已經是交友的圈子 對… 只是宣傳渠道 你就是想認識女生 不,可能純粹… 她的應用程式是不見面 不見成,純粹在電話上宣洩 可能平日我不會認識一個女生 問她是否處理 但我可以在不讓人知道的情況下 問人是否處理 亂問… 問人是否處理 為甚麼 為甚麼統計也覺得很爽 其實她不會約他出來做甚麼 純粹是要貪過口爽 那個快感 即是他人有問題 你說了嗎 我想問,如果她真的只是問 她不是想約人出來 只是純粹滿足自己的… 你信不信嗎 也不行 你女朋友問你長大嗎 你信不信她再問 可能她的好奇心發作 她問網上的人是否處理 她問她是否處理 我問她是否處理 沒有,甚麼情況都會牽涉到 她問是否前面的題目是甚麼 她們全都是聊性關於事 對,她真的在找網上宣洩 不是,算甚麼事 明明是想用這些交易程式 就想找人出來約人出來 X、X、Y 當時的對話內容 是否還未到約出來交流 所以當時你跟她在一起時 就覺得沒事了 她最壞的只是在拍攝客人 沒有跟別人做過甚麼 不是,我當時已經生氣了 因為那天是假期間 然後我馬上收拾好自己的所有東西 她真的很生氣 我也生氣,坦白說 那天不知道我… 還要那天不知道我… 那天不知道我會這樣 如果是她還不是別人 我就很生氣,覺得完全失敗了 你當時沒有馬上質問她嗎 我有甚麼還需要… 可能她說我借了電話給朋友玩 就不關我事了 我沒想過… 我登入了朋友的帳戶 其實不是我 不行了 你不問她 你不會逼著逼著嗎 對,你罵她也很… 不行,我真的很生氣 我只是覺得… 不行,我不想再看見這些人 是嗎?你生氣到… 因為你內心覺得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狡辯 即使她這樣解釋也是狡辯 然後你便衝出門口 對,馬上收拾好自己的東西 然後…她有門塞的東西 然後先頂著門,先按電梯 最後才關門 她是否立即追出來 我只是不想她追出來 所以我才這樣設定離開 其實也不像 因為那門很大,她應該醒來 我下去後,她有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三次,我也沒有聽 然後她消失了那段時間 她消失了整個星期 我不是很明白 她打了三次給你 然後沒有再追問 第二天、第三天都沒有找你 沒有,但我第二天、第三天 她生氣得瘋了 我覺得雖然這段關係一定完結 你還要向我道歉 至少打電話來說 對,我覺得看來你完全不在意 為何我會離開或甚麼都沒有 你就音訊全無從此消失 訊息也完全沒有 沒有,反而是我訊息回她 我問她… 她會否直接打電話 她一打電話,看見 為何開了交流程式 還要在應用程式 你當時沒有認識應用程式 所以她就知道… 我真的不記得 但其實你這樣離開 無論她知道甚麼事 她也不急著找你 她也很有問題 對,所以… 她完全不怕要解決 我很生氣和很傷心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人 之後… 她沒有消息是只是沒有回覆你 還是她有負責社交媒體 她一向都不太負責 是獨男嗎 不是,懂得玩 我平時也不負責責 我不用特別交代甚麼 你好像是 對 這招挺好的 這招挺好的 你不能學習了 大家看到我從明天開始 突然沒有再玩Instagram 對 然後呢 然後… 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說 他有打電話給我 叫我朋友照顧我 然後他跟我的朋友說他在醫院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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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說 他有打電話給我 叫我朋友照顧我 我聽完後更生氣 因為我現在不需要別人照顧我 而是需要你的負責回覆 或者一個答案 然後他跟我的朋友說他在醫院 然後我的朋友問他甚麼事 他又不肯說 一會兒沒有消息 一直不肯說 他想不到藉口 是 真是的 未夠時間給他做 真的一個完美的感覺 對,還沒想到 所以一直不肯說 然後有另一個朋友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他 跟他說 其實我只是想阿Ling開心 這個是… KBG是阿Ling和阿Ling 你介紹一下 KBG是阿Ling 阿Ling有點貴 她聽了一個名字 有些年代是這樣的 阿Ling 很親切… 想阿Ling開心 阿Ling,然後怎樣 對,他想很開心 然後就說其實他也不是要甚麼 你不如跟他說回一件事 或者給他一個答覆 然後他跟我的朋友說 他入院後剛才做完手術 出院後就來找我 入院設置痔瘡 很不足為奇 對,又不肯說 他鼻子大了,就是要拚出來 塞住了 然後呢 然後我們真的約了他出院的那一天 在家樓下 他出院的時間多久 應該是一個星期的 其實他來到… 我又不斷觀察他 因為我不知道有甚麼事 入院,甚麼都不知道 然後他很虛弱 然後臉色很純白 然後又按著自己的身體 然後我就… 腸胃炎吧 很作狀,按著自己的身體 他真的按著… 很正常 腸胃炎,嘔吐幾天 然後瘦幾磅,又有點虛弱 其實純粹一晚通宵 已經是疲累了 可能他咬了三晚 這樣掩著肚子 一直看你全程都掩著 走過來的時候 有傷口嗎 我沒有,稱高她的衣服 你有看見她的身體真的很累嗎 對 有瘦了很多嗎 有瘦了嗎 瘦了 沒有 接著呢 接著我第一件事是問她 到底發生甚麼事,入院 因為我始終喜歡她 依然地,雖然關節結束了 她死都不肯說 然後我說,你不要理會 為何我會離開,為何我會分手 你先說這件事 終於讓我除了她說 她說她一直不想跟我說 是因為她說她有肝癌 剛才做完手術 切了那些組織 其實我聽到的時候 也覺得很晴天霹靂 我就覺得為何會發生 然後她一直不想告訴我 是因為我爸爸媽媽 在我小時候都是因為癌症 而先後離開 然後她說不想我再經歷第二次 身邊有人 不想我跟她一起捱 所以她一直不肯說 就是這樣 有解釋為何她現在才跟你說嗎 不可以訊息說嗎 你們結束了,分手後 其實我一直都有 但我因為你爸爸媽媽的事 所以我不說 但現在事到如今 你逼我說 我唯有告訴你,我有癌症 不,如果是真的 就真的挺感動的 如果是假的,我想箭巴 但跟你看到的訊息 她也始終有出軌 對,然後她說 其實那是一個大龍鳳想我離開 神經病 我本身也想相信 但一聽到這個原因後就抱歉 這個節目發生… 找不到 好像聽過很多次 這個節目中有幾個人 上來這樣說過 不知道幾個人 而且最不合理是 要找一個交流程式 然後問別人是否處女 我們接到一個訊息 彈出來說昨晚很舒服 這樣可以給她拍照 對 是騙子 不,我那一刻沒有再想這件事 因為她另外… 她說自己有癌症 我已經完全… 覆蓋了你整個大佬 對… 我做不到任何其他事 你可否示範一次她 究竟為何跟你說她做那件事 沒有,她不是說 其實那件事是因為 我想你真心地死心 然後離開我 試試嗎 兩個大龍鳳鳴你出來 很露吐,這是電視劇的橋段 第一,她計劃了好幾天 被她發現了電話看見後 計劃了好幾天,如何收拾 然後她想了幾天 終於想到這條橋段 但我認為一個男人 如何證實她是否說真話 很真誠,一定會哭 多數這麼慘情的情況 又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又做錯 會有幾滴眼淚 而且很慘,想哭 眼泛淚光,是嗎 是 沒有 她當下人很有說服力 對 為何立即相信了 又會立即哭 無論你有癌症,怎樣也好 我和你一起 我有 真的嗎 因為… 真的嗎 不,因為對我來說 我看著我父母是怎樣互相扶持 對我來說,愛情或婚姻 我覺得無論甚麼事都不會輕易放棄 我答應得跟那個人在一起 我覺得只不過那個人永遠 對我們兩個人來說是有點短暫 但還是可以到最後的時刻才知道 所以你跟她說我會陪著你 無論如何都… 對,但她不肯 神經病 她完全扭轉局勢 她首先變成你飛,現在我會飛回來 我不需要跟你一起 而且我不肯跟你一起,很瘋 但當時你說跟她在一起 她不肯嗎 不肯 我求她了很多小時 她怎樣 為何要求她 很多小時,這個女生很瘋 她說不行,我真的有癌症 我不可以要你以後守寡 她不想我放棄自己人生 不知道之後會否復發 所以也不想我跟她在一起 然後呢 她不肯拒絕你之後 你會死錢朗打嗎 我那一刻也覺得 如果這是她的意願 我也不可以逼 我覺得拍拖是兩個人要同意的 你自己一個死錢朗打沒用 我以朋友的方式關心了她 也有幾個月 你會說我以朋友的方式 以後陪你去覆診嗎 她死也不肯說甚麼意願 完全不知道 但多虧你還繼續相信 你當時是否很委屈 有,很不開心 因為每次想關心她 或者我還是喜歡這個人 我想以一個女朋友的角度 對她好的時候 她也會很落雜 或者不停提醒我 我們不會再在一起 等等,我很委屈 我很不知道怎麼辦 以前家人有事的時候 我也可以毫無保留地繼續愛她 或者對她好 但這次是想對她好 但又不停地被人閉嘴 我當時… 因為真的沒辦法很殘酷地說 家人是無緣無故愛她 但那是曾經的另一半 再加上她對你沒有感覺 她當然會覺得你煩 如果癌症初期、一、二期 我身邊也有朋友發生的 她當時又沒有… 你說她很瘦削 她會否很虛弱和不能出家 因為她很容易出街 就會受到細菌感染 她沒有不能出家 我們之後… 因為我當朋友時 我也有跟她吃飯 問她最近是怎樣的 貌似精神生,我會吐 即是開心、吃得、笑得 是否說不能戒掉 對… 她是否沒有喝酒 是同時朋友 又喝酒 不如現在整體 她喝酒嗎 對… 是同時朋友的故事 這樣很差 對 她有休養嗎?要住醫院嗎 沒有…以我所知,沒有見過她入院 她的樣子很黃嗎?要很黃 我不知道 我覺得她是被人騙的 很貴嗎 對 我覺得很貴 有些人是她的同事 其實我自己也不斷查證 她們說她真的買不到 一些危疾的保單或其他人 她本身也要有一定的疾病 嚴重性才會令她買不到保險 但這個買不到保險 是她自己說出來的 還是為何會有人知道 因為她和我的朋友都是做這一行 做保險業的 對… 為何你不找你的朋友去吐 究竟她是否真的中了而買不到 她說是真的 是真的 我有問的 她真的中了,所以買不到 她的朋友說是真的 她真的有癌症 不過要治好,可能有一點… 你的朋友本身是你的朋友 即是… 她先認識你,是嗎 還是她的朋友 同一時間認識 你的朋友是男還是女 男人 即是她的朋友 對 即是她的朋友 有甚麼問題 女生一向是這麼看的 是嗎 朋友是我的朋友 然後再認識她,那是我的朋友 她當然是我的朋友 但朋友是她的朋友 當然是她 而且是男生 對… 保護大碗有多難 對 但我想不明白 如果那個男生不是真的有癌症 為何她不直接跟她說分手 因為假裝好人 難道我偷吃完 告訴你,對,我偷吃了 我是羞人 現在找另一個,不會的 而且我覺得如果她真正 真的喜歡KBG 更加不會說到自己那麼偉大 到最後她直接可以離開 她不需要回頭跟她說 其實我是有癌症,但我還是不會跟她在一起 更傷心 如果她真的有癌症 這個案件的話,直接跟她說… 不要說任何東西 總之我是渣男 我分手了,你以後忘記我 對… 更好 直接不跟她的朋友說 你說得… 你好好照顧她,怎麼了 他擺明是想朋友特地跟你說 讓你很緊張,很關心他 然後他就開始醞釀 做一場戲給你看 對 分手也要拿回紮紗 渣… 很可憐,因為你真的有癌症 怎麼辦 對 但我不排除有癌症的人出軌 在道德上也是持有癌症 我也同情她有癌症,快點去醫病 一直維持在關心她 但之後分開了狀態 對 關心了多久 開始又有甚麼發生 因為大約一、兩個月後 我有朋友跟我說 她知道當時的交易應用程式 是誰的女生 然後我很情天霹靂 怎會知道 因為她們新做朋友 然後加上社交平台 看到有普通朋友 然後問為何你會認識她 然後女生就說出這件事 那女生… 世界這麼小嗎 起碼她真的有玩交易應用程式 而不是假的 她之前說她是自己作出來 交易應用程式 對… 自編、自導、自演 現在不是 我讓她重提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即使你有癌症 那時候還是傷害了我 這次竟然清醒了 清醒了 到現在分手了多久 兩年 兩年嗎 多一點 你一直有空問她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沒有,因為我當時 其實要放下這個人很困難 所以我把所有照片都寫好 然後我連她的社交平台 所有東西都追蹤了 萬一她真的有癌症 但有一天死了,你不會覺得很可惜嗎 我覺得心情應該會很複雜 但是… 但無可訪問她真的傷害了你 她想不到上來後發現這個 原來是一個騙局 不是,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我覺得她欺騙我 但我其實還是覺得… 我覺得要生氣 沒關係 你那一刻相信她就是相信她 很生氣 最重要是現在放下了 對…現在放下了 她很生氣 其實… 生氣也沒用 你個人的感受到現在 你現在有否生氣或怨恨她 還是你繼續相信她的所有東西 有甚麼想跟她說 始終認識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不想相信你個人的本質 是這麼差的 所以就… 我覺得… 祝福你 對,祝福你… 祝福你見過 祝福你在前面 對,再見 再見 但也不用再聯絡了 今天你帶了甚麼上來亂放的東西 我帶了一張唱片 其實只是意識感 因為現在的人已經不再聽唱片 對,因為我爸爸媽媽有事的時候 我們全家都很喜歡音樂 很喜歡聽歌 我們之間也有很多歌曲 可以支持對方 然後聽完歌的心情 可能會舒服一點 或者可能對方孤單地在醫院 像我之前一樣 都可以有音樂陪伴她 所以我設了歌曲名單 給她 即是很勵志還是很柔情的歌曲 對… 好,那你就交這個歌曲名單給我們 就交下它,我們幫你撕懶 你很勵志 甚麼有用?誰有用?是你用 有用的時候,我現在傳給你 你為何有勵志時 我立刻想是否有紅蟻在裡面 沒有… 命運就先典牌 即是聽兩天流離,命運就先 恭喜你 女生 就算很興趣 聽到舒服、開心的歌曲 好,總之以後就開心了 而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有任何愛情疑難 歡迎訊號62001906 或以下的網址報名 我們有專人回覆你 請你上來分享你的戀愛故事 下集見 再見